大家好,我是工程團隊的Sean 今天要介紹的是我們這台全新的桌上型真空駐照機 如果曾經你有做過拖拉駐照 或者是有看過我們在網站啊 行物上面介紹這種機器的話 你會發現我們其實之前一直到現在 都還有兩種機器在販售 第一個就是桌上型的真空機 雖然它跟JR一樣都是叫桌上型 可是它的那個抽真空的面板會比較小一點點 那它適合是像你要灌這麼小隻的鋼管 你可以用那台機器OK 但是呢,如果你要灌的是這麼大隻的鋼管 你可能就要換大台的落地式了 但是大台的落地式呢 它因為空間 雖然它有輪值可以讓你簡單這樣去推 可是如果遇到搬運樓層 那就真的比較麻煩 更何況是如果你用很長一段時間 機器壞了,你要送台修 那也是一個讓你頭痛的問題 所以綜合上面的原因呢 我們就做了這一台 桌上型的真空鑄造機 那它就只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是真空 第二個是說鑄造的部分 待會透過影片呢 我會實際的稍微說明一下 讓你們可以了解說 原來它的差異在這邊 它的用法在這邊 好,我們來介紹一下抽真空的部分 抽真空的部分呢 那你必須先按照你的需求 去選擇這個真空罩的大或小 簡單說 如果你鑄造的東西呢 是這樣子小隻的鋼管 可能一次一次你就已經很夠的話 那你選擇這個小的罩子 OK 那大家記得 它搭配的是這樣的一個橡皮碗 就是比較小的橡皮碗 但是如果反過來 你的是這麼大隻的鋼管 對不對 那你就必須要搭配大的真空罩 那這個大的真空罩呢 一次像這種四層漆的鋼 可能兩隻 三隻有點ㄍㄧㄥ 兩隻我覺得剛剛好 就可以了 只是呢 你的橡皮碗就要變成這麼大一個 OK 這可以放兩隻的這個四層漆的 這個鋼管的石膏材在裡面 那當你選好這個之後 按照你需求選好的這個罩子之後呢 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真空機的部分 真空機呢 如果你是大的罩子 我會給你的建議是 你必須要買到10CFM以上的這種真空機 它的流量 抽氣量才會夠 是抽氣量 CFM是抽氣量 那如果你的是小的罩子 那你就只要看 這種小台的2.5CFM以上的這種真空機 就夠了 就可以去做一個使用 所以 按照你的需求選擇以後 你還要再去額外的購買 相對應的這個真空機 才能夠搭配去做這個真空 抽真空的這個動作 好我們接下來講鑄造的部分 我先講喔 這台機器它能夠鑄造的不是這種大支的打動鋼管 是這種小支的不動鋼管 我先說明一下它怎麼做 就是我們先把這個底墊拿起來 你會看到中間有一個真空洞 那你的鋼管一樣 要先把它這個石膏埋入包住你的這個蠟膜 然後呢經過高溫的燒解拖拉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管子的中心點對準這個真空的洞 然後呢開機它就會進行抽真空的動作 這時候你倒入進去的這個金屬液體 它就會快速被吸到定位完成鑄造的動作 那為什麼要設計這樣小支的 其實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 如果你有自己大型的鑄造機 那你會需要這樣一台大範圍大面積 但是不想要佔空間的真空機 那這台就絕對是適合你的 那同時你可能今天你的鑄造的東西可能一隻戒指 你不想開大的機器 那你也可以用這台機器 完成這種小的戒指的鑄造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因為 你剛投入這一個行業可能想要做鑄造這一塊 可是呢 你不知道說你接下來的訂單量會多 還是少 那你可以以小的為主 小的為主 但是這一台機器先買到比較大的規格 當之後你的量做大的時候呢 或是你的品質做起來 人想要擴充的時候 你就只要再買一台什麼 鑄造機 就可以做一個擴充 不用說 喔這個還要再換一台更大的不需要 這樣就會夠你使用 那這邊附帶一提的是 因為每次拍片都有互回 我現在擺的企業東西呢 都是因為拍片的需要 所以大家可以介紹到 可是實際機器是這樣的主機 包含一個震動罩 照準偏選 大或小 就選擇 那其他的沒有 我不要把它毀在一起 沒有 成功 好 有